动物农场 武 作者乔治奥威尔 译者 傅维茨 动物们干得非常辛苦 不知流了多少汗水 才把四草收割起来 但是他们的汗水可没白流 因为收获远比他们期望的更加成功 他们干活有时非常艰苦 因为农具都是伟人 而不是为动物设计的 任何动物都不会使用本该用两腿站着进行操作的工具 这对他们是极为不利的 但是小猪非常聪明 总能想出一些法则避开困难 至于那几匹马 他们对田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了如之称 实际上 他们对割草 爬地这些活 远比穷斯和那些工人更为内行 猪实际上并不劳动 而是只会监督别的动物干活 因为学识远超过其他动物 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承担了领导的职责 拳机手和墓许自己架上了割草机或者马拉扒 现在当然用不着马脚和缰绳了 在地里绕来绕去 步伐稳重 一口猪跟在后面 有时候喊一句 加把筋 向前 同志 有时会喊一声 松口筋 退后 同志 每个动物 连同那些最卑微的小动物 个个都参加了翻草和解食的工作 小鸭和小鸡在猎日下整天在地里奔走 每次嘴里只能闲一小撮草 动物们最后收割完死草 比当年穷司和工人干这活儿少用了两天时间 另外 这次也是农场从未有过的大丰收 收获一点也没有浪费 鸡和鸭的目光都很敏锐 把地里的草梗一根不漏地剪了回来 农场的动物没有一个偷嘴吃 哪怕是一小口都收回来归宫了 整个夏天农场的庄稼活儿 干得像钟表运行一样纯确 动物们个个兴致很高 它们从未想过 日子会过得这么幸福 吃每一口食物都让它们感到极大的实实在在的快乐 因为它们吃的是它们自己给自己准备的粮食 而且是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出来的 无再是过去吝啬的主人施舍给它们的 在农场的寄生虫 卑鄙的人类被赶走之后 每个动物都有了更多的食物 也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 尽管它们对此还不习惯 它们自然也遇到很多困难 比方说 在这一年稍晚的季节 它们收割穀物时 因为农场没有脱离机 动物们不得不按照古老的法则 用蹄子 爪子 把骨粒踩下来 再用嘴吹气去掉骨壳 靠着猪的聪明智慧 同拳击手强大的履历 这些难关都被一一克服了 拳击手受到每个动物的由衷钦佩 就是在琼斯时代 它干活也从来不犀利 而现在 它更像是独自一个干三匹马的活了 有些日子 农场的全部农活似乎都落在它那强健的肩膀上 从早到晚 只见它不是推就是拉 哪儿的活最累 它就出现在哪儿 它同一只公鸡约定 每天提前把它叫醒 比其他动物早起半个小时 在每天正常劳动时间开始之前 它就在最需要的地方义务地干起来了 每当工作遇到困难和挫折时 它总是由 我要更努力工作来回答 这句话 已经成为它的口头禅了 而其他动物也都在各尽其能地劳动着 就拿鸡鸭来说吧 靠着把遗漏在田里的零散鼓励收集起来 它们就节约了五菩士尔的粮食 谁也不偷窃 谁也不抱怨自己的口粮不够 过去在日常生活里 司空见惯的吵嘴 咬豆和争风吃醋几乎不再发生了 没有一个动物偷懒 或者说几乎没有动物偷懒 莫莉总是拖拖拉拉的不肯准时起床 这倒是真的 在干活时 它也总是借口一粒食子夹在梯子里提前下工 此外 猫的行径也有些与众不同 大家不久就发现 每逢有什么工作要做的时候 就找不到它的踪影了 它一时踪就是几个小时 直到该吃饭的时候才露面 要么就是晚上 直到活都干完以后 才若无其事地走回来 它总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很好的借口 故作亲密地呼噜噜地叫着 让别的动物无法怀疑它有任何不良的动机 而驴子老本杰明在造反以后 好像丝毫没有什么变化 它仍然同穷斯统治农场时 一样慢腾腾地埋头赶活 既不偷懒 也不多做自己份额以外的事 它对造反和造反以后的各种变化 从不发表任何意见 要是别的动物问它 熊丝离开以后 它是否更加幸福 它就说 驴子的寿命长得很 你们哪 还都没见过死驴呢 提问者虽然觉得 它的回答可能还有某种隐晦的意义 可是没法细问 只能由它去了 星期日 大家都不工作 早饭比平常晚一个小时 饭后 首先举行一个仪式 每周如此 从不离晚 仪式的第一项内容是升旗 雪球在晚剧房里发现了 球斯太太的一块绿色的旧桌布 它在上面用白漆画了一个兽蹄和一只鸡脚 每个星期在庄园农场中 升上旗干的就是这面棋子 雪球解释说 绿色代表英国绿色的田椅 而蹄子和鸡脚则象征人类最终被推翻 将来必将兴起的动物共和国 升旗之后 动物涌入大骨仓里 举行全体大会 名为大集会 大集会用来制定未来一周的工作计划 提出各项议案 进行讨论 提出议案的总是那几头猪 别的动物知道怎样表决 而自个儿却想不出任何建议 在讨论中发言最积极的是雪球和拿破仑 但动物们都发现 它们俩的意见从来不一致 一个提出任何议案 另一个肯定表示反对 甚至在群体都同意 把果园后面的一小块地留起来 作为那些失去工作能力的动物的养老所之后 在确定不同动物的退休年龄时 两口猪也是各输几件 争论的难解难分 大集会最后总是以齐场英格兰生畜之歌结束 星期日下午是动物进行娱乐的时间了 晚聚是被几口猪批作司令部 指供他们使用 每天晚上 猪就在这里从书本上学习铁匠活 木工活和别的一些实用记忆 而这些书是他们从过去常驻住房里拿来的 雪球还忙忙碌碌的把其他动物组织起来 成立了好几个他所谓的动物委员会 他对做这类事情兴趣极大 简直是不知疲倦 他为母鸡组织了勤生蛋委员会 为奶牛组织了清洁尾巴同盟 为绵羊发起了增白羊毛运动 此外还成立了只在驯服老鼠和野兔的野生同志再教育委员会等等 此人了 他也成立了阅读班 写字班等一些小组 从的来说 这些计划都失败了 就以驯服野生动物的计划来说吧 刚一实施就流畅了 野生动物的生活方式仍同过去一样 无法改变 如果对他们表示一点宽容大度 他们就得寸进尺 猫加入了再教育委员会 有一段日子非常积极 有一天 有的动物看见 它坐在屋顶上同几只麻雀交谈 麻雀同它保持一定距离 它无法捕捉 它对麻雀说道 现在所有动物都是同志了 如果哪只麻雀愿意 不妨走近它 在它的爪子上待一会儿 但是 麻雀们仍然不敢走近 但是读血班却是很大的成功 到了秋天 差不多农场里的所有动物都或多或少的认识一些字了